约400名登山客参与阿博山进山活动 一边进行 一边沿途顺手把垃圾带下山 主办单位是马来西亚国际青年商会 趁着世界清洁日鼓励登山客一起来整理环境 活动现场 雪龙刺激志工受邀宣导环保 除了讲解资源分类 更重要的是鼓励民众清静在源头 垃圾拿下来的时候我们都看到相当多的都可以回收 那么从这样一个活动我们也可以跟他们指导 什么可以回收 什么不可以回收 那么让他们明白了过后回到家里 落实在家 落实在社区 大伯主委你收回 其实它可以收成 然后回收变成这样的 同一时候我们是觉得很多垃圾是从家里生产出来的 所以我们是希望在 好像我就会跟我朋友讲 这些就是可以recycleable的这些waste 你们分类了 交给我 一个早上回收量超过400公斤 登山客 爬山健身的同时也守护环境干净 大约新闻正山美剧工 何永康 马来西亚报导